拉平, 不要在這裡提醒 我們台灣能查到的東西 我想天哥可以安心上路 知道, 芯姐 你還來幹甚麼? 警察, 你瘋了? 別亂來, 想怎麼樣? 你還以為你自己是炸人嗎? 你現在連我泊車也不配 你一巴掌回御徑回來 你打完了, 不要妨礙我做事 走開 芯姐, 你還好意嘗進去? 你也挺好戲的 你心裡在想甚麼, 我們都知道 這一巴掌不僅是陪經理 還替天哥刮你的 你說甚麼? 裝作對天哥有情有義 又說幫兩位叔父選華士 實際你想坐天哥的位置 田七, 你亂廢甚麼? 芯姐對天哥, 誰都知道 她一直以來都沒有插手進行的事 又怎會想坐我華士爺的位置 你別再在我面前擺盡 芯姐, 你再不是我們嫂子 晉卿上下不會再有人尊重你 你收拖吧, 走 四天哥, 我拉斌今天就剃了你 拉斌, 別搞那麼多事 做了正經事 怎麼沒有人呢?應該是早上開始了 舒先生 杜太太 今天不是我先生骨灰上的儀式嗎? 為什麼沒有人在這裡? 儀式結束了 怎麼會這樣?明明約了十二點 你們趕時間, 應該有人通知我 我也不知道 費先生和關先生說沒問題了 如果有甚麼事, 你就問他們吧 廢爺他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可能我們去台灣的時間 香港發生了些事, 我們不知道 芯姐, 別管那麼多了 拜拜, 天哥吃吧 他們不單止不讓我送天哥最後一程 連我幫天哥立個碑也不可以 我們只不過去了台灣幾天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不是了, 芯姐 我想我們真的要盡快找一切 說清楚這件事 太叔, 輝爺 太叔, 輝爺 我叫大家來, 我想跟大家解釋 不用解釋 你還以為你有資格在俊興說話嗎? 太叔, 就算我沒有資格在俊興說話 但是我是天哥的女人 幫他立塊碑也應該有資格吧? 是我叫佛堂的人 在天哥的碑上刪除了你的名字 因為你沒有資格做天哥的老婆 如果大家以為我想坐天哥的位置 那你們猜錯了,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 沒有? 那為什麼我叫你幫忙找一個人出來 說事, 你拖我拖到現在? 我沒拖, 我只是想扮如天哥的喪事 才說而已 小俊興說是人這麼大的事 芯姐也是想認真考慮清楚 不想選錯人而已 閉嘴吧, 阿炳 這裡你最沒資格說話 阿天的靈位已經安裝好了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到底誰可以坐這個話事人的位置 芯姐, 你答不出的 很難叫大家相信你的 你根本就是想做俊興的話事人 輝爺, 太叔, 我這麼久沒決定 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選錯的話 就是對不起天哥 你節省點吧 你還好意思天哥前天哥後 你這個八婆一直扮不理晉興的事 天哥被警察抓了之後 你突然站出來說要劫囚車救天哥 你根本全心就想害死天哥 然後坐在他的位置 我自問對天哥有情有意 如果可以反轉的話 我情願死的那個是我 田七就說口臭而已 畢爺, 你最了解芯姐了 你明知道他不是這種人 那你是不是應該說句公道話 我也希望這件事不是真的 但你這樣做的事我怎麼相信你 你這樣馬上不出來去台灣 輝爺 不用輝爺了 我們知道你跟那邊的社團碰面 你除了想勾結台灣的社團 對付俊興 幫你坐上話事人的位置外 我們想不到你還有甚麼用心 還跟他說那麼多話幹甚麼 他根本全心就是想害死天哥 然後坐進興話事人的位置 這件事我們不可以這麼算 大家不要再誤會芯姐 劫囚車救天哥的主意是為了出來的 之前芯姐說是他的關牌 是因為他怕說出來之後 大家會不信任 沒錯, 是你提供劫囚車 因為你想害死天哥 現在孝哥說劫囚車不是你的主意 你身體把所有東西都推到他身上 我沒有冤枉他 對, 其實他在台灣坐牢的時候 已經認識阿忠 阿忠的原名叫韓正 是台灣黑道的槍手 在兩年前他已經安排阿忠 做天哥的事蹟 目的就是要害死他 我去台灣陣水查出天哥死的真相 沒錯, 阿忠是我坐牢的時候認識的 因為他的背景在台灣有很多十家 我怕他放牢之後會有很多麻煩 所以叫他過來香港投靠天哥 剛好天哥在找司機 好順利成章, 就當我天哥手 你說和阿忠沒事 之前我和阿忠姐在你的車裡偷聽戲 聽到你和阿忠說打算一起讀毒 那你又怎麼解釋 偷聽戲? 難怪芯姐你誤會我, 沒錯 我是和阿忠說要一起搞毒品 不過是一起為俊興搞 阿忠這個人又冷靜又夠忠心 之前我也和廢爺太叔說過 想找阿忠這個人回來幫忙 我醒來了 那陣子你說有個人好靠得住 就是這個阿忠? 天哥出事那天 那天阿忠都在現場 他還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護天哥 不過只可惜 天哥死在警察手上 救不到天哥, 阿忠已經很久為久 大家不要再怪他 也不要再誤會他心車 阿忠,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非夜就乖了你, 對不起 阿忠, 過幾天 我竟然在杯上上你的名字 阿忠, 你想坐我的車還是坐我的車? 我坐你的車 阿忠, 小心點 阿忠 小心點 阿忠 玄姐, 你沒事吧 送到醫院 阿忠, 她的情況如何? 她右臂中了三刀, 每一刀都很深 相及了神經線和根基 我們剛剛幫她做完手術駁回 她會不會康復? 她會不會殘廢? 殘廢應該不會 不過她康復之後 她的右手一定沒有以前那麼靈活 當年我坐牢很久之後 聽到有人在外面病得很重 於是我就想趁著每天 我早就在山邊剪草的時候 逃獄出去看女兒 誰知道被阿忠發現了 當時我們還沒認識 我以為她會告發我 結果她沒有 她還勸我不要這樣走了 如果要將來和女兒好好地 繼續生活下去 就應該要忍耐 後來阿忠的仇家 找到他進去監獄尋仇 我就出手幫她 要不然我安排她 過來香港避開仇家 就不會發生今天這樣的事 阿忠的手就不會弄成這樣 是我害得她弄成這樣 她本來想隱姓萬名 好好地做個司機 但是我突然跑去台灣查她 一定是我令阿忠被人發現 對阿忠來說 抓不到槍就等於失去命 我真不知道怎麼跟阿忠的交代 都是我不好 我怎麼會不相信你跟阿忠 是我害得阿忠成這樣 怪不得你, 是我們隱瞞在先 而且最近發生這麼多事 才會令你胡思亂想 是我傷害了最值得信仰的人 豹哥, 以後我都不會懷疑你的 忘本爹 辛苦你了 小哥, 小事情不過是一隻右手 而且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 不用多久, 盡興就是我們的了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記得按讚和分享 給我們拍打開 謝謝 小節目 谢谢大家